这一题它要我们求下列个式的值 我们眼睛咻咻咻扫过去 你发现它就是30度45度60度的特别角 所以请你先把特别角在旁边画出来 来30的 45的 60的 30的就是1最短1最长2剩下一个根号3 60也是一样啊最短1最长2剩下一个根号3 那45度的雷1比1比根号2 好来第一小题 sine30度 sine 所以2分之1 cos60度 cos sine 看图cos 所以2分之1 来tang45度看图tang1 所以1分之1 加起来的话等于2 好第二小题 sine60度 sine找到60度的三角形 写出它的sine换个颜色好了 sine 所以是2分之3 所以是2分之3 tang45度刚写过的是1 cos30度找到30度的三角形之后写个cos的c 所以再乘上2分之3 约分 每的约乘起来4分之3 好再来第三小题 sine30度的平方 sine30度刚刚写过了 2分之1 挂号平方 cos30度 在这里 所以2分之3 挂号平方 好所以加起来4分之1 加4分之3 所以它就等于1 那 因为现在刚开始学了 所以这个呢 我们把它带进去 那其实你后面 以后一会计 你就会学到了 好这里 sine平方 sinec大平方 加cos sinec大平方 就等于1 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 好吗 那后面才会学到 我只是 刚才一看到题目 就很想要直接写1 但是后来我冷静 想到你们现在刚开始在学 所以呢 我就把它乖乖的带进去 好吗